这是条每人都会走过的路 镜头通向哪里 我们都很清楚 有人边走边看 有人心无伴扶 我知道路程早已经过半 当青春不在我心依然 我坚持着风险 不回忆我 走过了岁月 越来越长 不再有远方 无法阻挡 我心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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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就这样不告而别 再也不出现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 我还有点遗憾呢 你们要干吗呀 来 怎么了 是我迟到了吗 来得刚刚好 还差一分钟 坐 人家这不是来的吗 各位 我是TMT部总经理余文利 很荣幸能给大家 上第一届培训课 很不巧 我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咱们换一种方式 你们在上面说 我在下面听 对了 这三位摄影师 会把你们发言的 所有的过程录下来 在公司内部的网站上直播 让所有职员都能看到 算是帮直播平台的创始人 做个内测吧 你们各组的领导 也可以把这个 作为你们考核 评分的一个依据 至于说什么内容 我想想 就说一说自己的卖点吧 怎么了 是担心试错的成本太高 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是吗 那好 那我们就增加一条规则 每个人都要将前面 所有人的卖点 复述一遍之后 再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就告诉聪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卖点 也不过就是 复旦大学金融专业 本数联督的研究生 可以熟练掌握 日语和英语的绘画能力 唯一值得一提的 大概就是为 中国互联网金融峰会 做过连续两届的 特约撞稿人 有幸在各大 短短三年的游学经历 希望在这里 会成为一名 优秀的投资人 好 大家好 我是高思松 不 不对 我 我是 我是曾浩 员工培训策销支部 下转到曾浩 是 复旦毕业的 在歌大有学过 还会掌握两门外语 他还是什么 什么峰会的撰稿人 我叫曾浩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 研究生 我出生在一个贵州的小山村 我爸 控制一下时间 说重点 不好意思 余总 我的卖点就是 勤奋 踏实 肯吃苦 谢谢在这儿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啊 我做一下总结 高思松的卖点 学霸 秋爽小一种 曾浩 老师 蓝千亿 长得漂亮 不 她还没有说啊 至于我李小贤嘛 两个字 才子中的帅哥 帅哥中的才子 怎么样 余总 还算精辟吧 你把乱贴标签当成精辟 你能活到现在 也不容易啊 对不起 我完全没有记住 李小贤的卖点 那我就说说其他人的吧 高思聪 自信 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有非常强大的学业背景 有很好的理论知识 曾浩 谦虚 认真 肯干 对于组内的作业 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秋爽 有很强的语言能力 跨国业务当中 就会起到很良好的作用 我的卖点就是 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卖点 挺好的 挺好的 好像 还有最后一个人了 谁啊 是我 是我 他可骗上了 我救他 他有什么可介绍 你看他上去 真是酷 我都想看看他怎么说 做工作 还能平静 看什么呢 清单做出来没 就马上了 培训呢 赶紧 你说他能记住几个 这小子 恐怕已经紧张到大脑空白了吧 高思聪对我来说 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只要有他在 做所有事情都会觉得很安心 那曾浩 他教会了很多工作上的事 他很热情 也很有耐心 邱爽 还有李小贤 他们两个也很优秀 但也同时在激励着我 想要留下来 就要更加努力 那最后 蓝千亿 你 他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 敢爱敢恨 虽然外表上看上去有些高冷 但内心还是挺热情的 有时候还会主动开玩笑 去调节戏份 好像有点多了 可能我说的 和你们自己付出的有些不一样 但对我来说 这些才是你们真正的卖点 继续 我叫孙一秋 一秋二字 出自于孟子告辞上 意思是 做事要专心致志 不可一心而用 否则将会一事无成 这也是我父亲 对我的一种期许吧 我今天二十六岁 之前送过快递 做过服务员 还做过代价 我没上过大学 什么资源呀 背景啊 关系这些 我也统统都没有 说实话 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进入这家公司的 可能之前 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所以今天我也想接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清楚 让大家对我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吴总 这个孙一秋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我佩佩您的勇气 但是你的卖点究竟在哪儿呢 我认为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的 什么问题 一个人怎么能去决定自己的卖点呢 能不能成为卖点 不是应该看别人需不需要吗 那即便一个产品再怎么优秀 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但如果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的话 那别人又凭什么去购买它 所谓的卖点 不就成了自说自话吗 所以我觉得 自己去决定卖点的这个问题 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孙一秋 我不得不说 你的答案实在令我惊喜 尽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确表现出了不屑于任何专业投资人的素质 一个优秀的投资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冷静 独立的判断 不被表面信息所迷惑 如果他这情况下真是这么惨的话 咱们是不是有点对他太苛刻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更不该给他希望了 你 你挺厉害的呀 你挺厉害的呀 你都已经能核对报表了 你都已经能核对报表了 你是吴氏琅琅琅 诗诗通吧 明白这些词 是什么意思之后 好像是变得 没有那么复杂了 那 那你加油 不过还有两组数据 我不太确定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经营现金流 这个是融资现金流 谢谢 之前的事 真的很抱歉 那我们现在 还算是朋友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没有朋友 我觉得关键还在投几回 虽然他有融资经验 上次留下的印象太长了 得想想办法 吴总 报告的事 是我做错了 对不起 你不用向我道歉 你没做错什么 你只是来凑了地方 我刚看了你视频 挺好 有骨气 但是没有用 改变不了 你是吴能能这个事实 对不起 现在你已经把手底上 最后一张网牌打出来了 等实习期一到 你在我这儿肯定留不下来 全公司都没戏 趁早离开吧 这还有点尊严的时候 背道装俊 胭脂生死 其实我觉得这孩子真心不错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没什么比无谓的希望更害人了 再抽签 刚才提出我们一个提道 吴总 先回多一分 帮他 对έλ 对对对 这儿呢 小孙 这边快到了 早 四聪 早 四聪 早 早 四聪 早 四聪早 早 四聪 那个 这样啊 文件已经全部出来了 但是呢 上面需要一些细节 地上确认 你呢 就赶紧准准一下 有东西不准的话 又有东西 大家先看一下材料 好 余总和将军 你买那一套 自小红车上市之后 公司所持有股份的价值 已经达到了 投资总额的三十倍 对于您对我的提携 我才在投快达的同时 也投了小红车 我觉得这个时候 咱们是时候收割了 干得漂亮 是靠曲总您的提携吗 当初吴克之还反对 怎么会这么做呢 他说什么 我既然这么做了 就会让快达的创始人 对咱们公司失去信心 伤害快达公司 选中赛道之后 同时押不同的选手 这既不违规 也很正常嘛 正常和正确是两码事 他是怎么说的吧 但是事实证明 您的决定 无比地正确 听说四组又搞了一个 什么新的项目 对 是一个叫金斗云的 共享电动车项目 创始人还是那个快达的刘昌 共享电动车 跟你们能演组没有关系吗 这还真没关系 那你对这个项目是怎么看的 我呀 我 我没法对别人的项目 做过多的评价嘛 都是公司的项目 有什么话请你直说 曲总是这样的 共享电动车这个事情 它最大的技术瓶颈 就是充电问题 而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是这样 你能想到的问题 难道他无可知就想不到吗 所以我说我 没办法评价他人的项目嘛 这个项目 是否是能继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 还是要靠投掘会的结果 金斗云那财务报表 还没进行核对呢 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拜托了 你能不能再宽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喂 什么 下周周报 中午之前必须交 那肯定交不了啊 我这还有一堆事呢 好好好 我这边尽快 好吧 好好好 胖子 你别催 报表拖了好几天了吧 实在是人手能够 忙不过来 别的组都有实习生 这 这不像咱们 一本间的合同确认了吗 确认了 等我把报告弄出来 马上拿去盖章 打印盖章这种事 谁都能做吧 那位小同志 来 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交给您 什么用 这个没用了 拿去碎了 千万别乱扔 如果被发现了 按线密处置 这儿 打印机里边有四份合同 都是咱们的 合这个是一份 千万别弄混了 好 打出来呢 别盯 赶紧拿回来 还得盖棋缝章 懂什么叫棋缝章吗 没事 盖了就知道 赶紧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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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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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是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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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